7月29日晚前學生動員召集人鍾翰林 在元朗住所內被一班自稱國安人員 以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上門拘捕 學生動員在臉書指 國安人員將他扣上手扣帶走 並帶同掃待證物離開 整個過程不到一個小時 也是自《港版國安法》實施以來 首位被有關法例上門帶走的人 根據最新的消息 一名住在沙田沙角村的前學生動員成員同時被捕 學生組織香港私留證實 被捕人士是前學生動員發言人何樂幸 香港私留也指前學生動員成員何欣樂 也在沙田大衛新村被捕 未知罪名 直至目前為止兩男一女總共是三人被捕 消息透露 三個人已經通知星火和律師跟進 最早發出該消息的是元朗區議員 毛啟航 他晚上指 鍾漢林被自稱國安人員上門搜查 當時被困在元朗住所 鍾漢林在8點51分時被鎖上手扣後 帶上一輛車牌UL-9426的黑色七人車離開 現場也有另一輛車牌是VL-6473的黑色七人車 據悉是搜查證物的車輛 據消息指鍾漢林已經被帶到元朗警署 值得一提的是有網民發現 該輛車牌VL-6473的車輪 曾經在今年3月被揭發 車上數名男子在深夜的遊堂街頭 強行帶走一名少女 暫時未知識該名少女的下落 兩天前鍾漢林曾經在Instagram發文 只被一名穿黑色的疑似便衣警員 一直由元朗跟蹤到旺角 自從《港版國安法》實施後 之前學生動員已經在網上宣布 解釋香港本部 並由海外成員接管組織的一切事務